在香港看兽医 收费动一点都要过慢 但有宠物主人说 遇上费用争议 医疗事故等 往往很难追讨兽医责任 现时投诉机制究竟是怎样的呢 兽医监管机制是否足够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兽医管理局在2019年至到2023年9月 接获200多宗投诉 大部分涉及网顾对动物的专业责任 包括不适当处方药物 手术失败等 但最终只有不够一成个案 可以进入纪律研讯 为何呢 兽医Jane这一天为狗狗Billy做检查 先观察Billy的表现和有没有外伤 之后听心跳 之后由头到尾仔细检查 如果做齐观察 检查和问诊都没发现动物到底 哪里出问题 Jane就会考虑验血 验尿 或者照X光等的发验程序 她说是否做化验 很靠受医的经验和判断 他又说兽医会向主人解释清楚 不同价钱的测试和化验 对诊断病症有什么帮助 最重要的是兽医和主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 阿迅的狗仔包包 去年确诊一种犬脊常见的 癌症黑色素瘤 他在受医建议之下 为包包做手术割走肿瘤 并在之后的一年定时做化疗 他就跟我说不如这样 反正都要割了 和全身麻醉不如全割了 我当然答应他 结果当日做了手术之后 他跟我说所有的 所有的瘤就割了 他说下面的垂底都割了 觉得很干净 他也跟我说没有办法 全部正常 今年8月包包身体不舒服 阿迅再带他求医 兽医说包包有胰壮炎 但阿迅再转看另一个兽医 和肿瘤科专家就有不同发现 他立刻叫护士按住包包 抹开口给我看 那刻我才用电筒 很清楚看到那颗黑色素瘤 是跟牛丸这么大 没有分别的 我才知道原来这么严重 最后他发现包包有心脏 有杂声 而杂声是很严重的 他问我 旧诊叔的医生有没有跟我说 我说没有 他说没有理由听不到的 我们做医生一听就知道 他有心脏病 为什么没有跟你说 我说不知道 阿迅前后花费近40万 为包包医病 但他最终不敌病魔离世 阿迅之后更加发现 去年的手术里面 第一位兽医根本没有割除整个肿瘤 而是割了部分组织化验 阿迅认为兽医故意隐瞒病情 向兽医管理局投诉 但局方单是判断 可不可以展开言讯 就要花九个月 基本上整个程序 是要你自己写后工 是你要自己找证据 要你自己找完所有医疗报告 是你自己去举证 他不会协助你的 第一次 所有的东西我做好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九个月后才知道结果 但结果不是告诉你 他定不定罪 只是告诉你 他会不会开庭审 快就年纪 慢都要两三年 受管局是本港负责 发牌和规管兽医的法定机构 成员有19人 另外也有18位评审员 根据指引 局方在处理投诉的时候 会先成立初步调查委员会 再决定是否将个案转介至 言讯委员会 加入两个委员会的成员 各有三人 包括受管局内两名注册兽医 同一名业外委员 有大律师认为 目前处理受医投诉时间偏长 主要因为受管局人手有限 因为多了投诉 而要处理投诉的 其实都是一些 有其他职务的受医 或者他本身有其他公职的人士 所以他们的性质来说 就不是full time 去处理这些投诉案件 人就是这么多 对比起我们看医委会的部分 可能就是他们应该考虑下 会不会加多些委员 去处理这些问题 他说参考涉及病人死亡的 医疗事故调查 除了病人医疗记录 也会有发医验尸报告 但截至去年9月 全港1169名注册兽医里面 只有几位有病理学专业 能够为动物验尸判定死因 因此单凭投诉人提出的证据 和兽医报告 要成功举证有一定难度 动物就没有这方面的 就是要主人去主动去找 有没有一些兽医也好 或者渔户处也好 会不会可以帮他们做个围体否验呢 变相责任去了主人那方面 就相对是难的 或者要花费的钱都是多了 而且在香港来说 其实有这个专门知识的一些兽医都相对少的 我知道要的话 那我都要找的 但是人就只有这么多了 他建议当局考虑 将过往涉及兽医失当和疏忽的案例和判词 开放给公众查阅 让市民兽医和律师等等参考 透过这样的案例 我可以知道那条线在哪里 我的期望 一个兽医的水平应该是什么位置 甚至反过来 如果我是兽医 我可以看到 我日常去执业的时候 应该 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标准应该是达到什么水平 对大家其实都是好事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 虽然不是所有疾病都能够医好 但受医都有责任 清楚交代治疗方法和治愈比率 可能他看这个症状 可能他经验丰富一些 可能都会多不同的症状出来 可能就会用不同的角度方法 去拍多几张X光片去做个诊断 有些可能他未必看到那个病况 可能就会拍少一点的X光片 当然每一个治疗 我们都是有一定程度 有机会医得到 有机会几成是医不到 我相信在医治过程当中 都要和事主讲清楚 根据注册兽医实务守则 兽医必须提供诊证 例行化验和程序的收费一览表 但没有要求直接张贴出来 梁子永说市面兽医收费不一 如果收费和医生专长都能够展示给市民 能够增加透明度和求诊市民的信心 有些的兽医可能经验丰富一些 收贵一些我们没有反对 但是就是有时有些市民觉得 他给贵一些他都舍得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钱又给了 又给得贵 但是服务员是和收费是两码子的情况 未来是否都可以要求高些 可以将他的价目表贴在他店铺 或者他多说一些 究竟他专长在哪里 医哪些动物 过往经验是多少 根据寿管局资料 本港过去五年 每年平均收到大约43宗兽医投诉 再翻查纪律言讯资料 去年有8宗 投诉兽医失当或疏忽的个案成立 全部处以书免谴责 并要求相关兽医 收毒指定时数的持续专业发展课程 梁芷榮建议政府参考西医、中医等等 对医疗事故的惩罚机制 提高针对兽医的罚质 现在很简单 你参与一些进修课程 我就当你有改善到 市民都觉得 惩罚好像很疑气 我读完课程 或者很快读完课程 我就可以避免了一些惩罚 是不是都应该检讨一些机制 例如西医、中医也好 如果真的犯了规 起码牌都是即时 多久你才可以复牌 或者怎样可以申请牌 首管局回复说 本港驻拆兽医必须满年续牌 为加强规管兽医服务 自去年10月开始 兽医需要在2025年10月之前 连续两年参与持续专业发展计划 并取得最少40分 才可以获发2026年或之后的执业资格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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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